这里可以说是英伦三岛里 和英国售口最深的地方 同时之间 这里亦产出了九个香港总督 没错这里就是爱尔兰 大家好我是港式多士Godfrey 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些世界历史 顺便看可不可以连到一些香港历史 事不宴迟啦 马上开始 时间到大概公元前八世纪到一世纪左右 当时的爱尔兰岛 迎来第一批建立文明的人 塞尔特人 塞尔特人是一个远古西欧 在不同地方都出现过的民族 如果大家认识塞尔特人或者Celtics 这些字可能是来自NBA波士顿 塞尔特人这一队球 或者是苏格兰足球队赛鲁迪 因为波士顿是爱尔兰移民后裔聚居的地方 所以就用了爱尔兰人 原本是塞尔特民族这个名字 来命名对球 至于赛鲁迪呢 其实因为苏格兰人的祖先 刚巧都是塞尔特人 塞尔特人在爱尔兰岛上慢慢建立自己的文明 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和青铜艺术 值得一提的他们的宗教叫做特鲁伊信仰 特鲁伊信仰是属于泛灵信仰的一种 他们认为山川湖泊都有神明 所以就对大自然产生敬拜 在爱尔兰文中 爱尔这个字是解肥沃的土地 所以不难想象他们是用农业充木业为生 在古代的欧洲 塞尔特人或者爱尔兰人都会被 罗马人这些主流的文明 思维文明程度比较低的民族 对他们的印象都是 大大姐姐金色头发白皮肤 非常之好打 但就是整个吴卓熙这样有勇无谋 例如古希联的史学家 迪奥多罗就描述过塞尔特人 喜欢喝酒 对战争狂热 勇武自信 但一受到煽动 就会立刻召集人马战斗 极容易受到操弄 罗马人在公元43年开始入侵 和统治英格兰的南部 幸好是爱尔兰实在太过山卡了 所以由始至终 爱尔兰人都没有被罗马统治过 他们有自己的部落系统 最高级的一个就叫做最高王 小国寡民的爱尔兰去到432年 迎来了一个重大的时刻 大不列颠岛的天主教传教士 聖Patrick 来到爱尔兰传教 他不单改变了当地塞尔特人的信仰 还将不少的罗马文化 例如拉丁字母 都带了进去爱尔兰那里 所以每年的3月17日 亦即是聖Patrick 的忌日 爱尔兰人都会慶祝这个聖Patrick's Day 去纪念这个传教士 关于聖Patrick's 是怎样将天主教带入爱尔兰 又怎样跟当地的特佬伊信仰 争夺民心 香港早期的聖Patrick's Day又有什么特别 我们会继续一集会员片去讲的 想看的朋友记得加入Youtube 或者Patreon会员 每个月只需要一杯珍珠奶茶的价钱就看到了 去到公元8世纪 一帮来自北欧的海盗环 掃了整个欧洲的海岸 爱尔兰的沿岸城市 亦都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没错了 维京人要来了 爱尔兰有不少的修道院和市集 而这两个地方都有大量的现金 是很容易成为维京人的目标 慢慢维京人亦都在爱尔兰开始植物 作为一个抢掠的基地 其中一个叫做Olof的维京领袖 他就不是帮Anna和Elsa砌雪人 而是砌这些爱尔兰人 他占领了都柏林这个地方 自称自己做都柏林王 爱尔兰人亦都偶尔反抗 比较大的战役在2014年由高皇Brian带领之下 与维京人决战 这场决战可以说是手术成功 但病人死了来形容 战果是由爱尔兰人获释 但高皇Brian不幸战死 经此一役之后 维京人就退出了爱尔兰 维京人走了之后 爱尔兰又回复到 你打我我打你的暴落冲突时 但爱尔兰何时与英格兰扯上关系呢 答案是1169年 当时爱尔兰伦斯特地区的国王 密克木尔查达 在内战之中打输了给最高皇 罗里奥科克 他为了复却 就走了过去英格兰 找当时的英格兰国王 亨利二世帮忙 有这么大的叉笑 亨利二世当然不跟你客气 他还得到了当时的教宗 都是来自英格兰的 哈德良四世加茨 教宗就颁了一份 叫做赞美斥育的文件 令到英格兰国王 同时得到爱尔兰主的称号 令亨利二世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兵 之后亨利二世两次出征爱尔兰 爱尔兰各个部落的兵力和武器都不是英格兰的对手 只能够苦手清神 1315年他们邀请了苏格兰王Robert的弟弟Bruce 去成为最高皇 再去进攻英格兰人的据点 但两边的科技和军事差距 就没有因为你找了苏格兰人来就拉近了 爱苏联军一打就散 Bruce也兵敗被杀 在往后中世纪的时间 英格兰王在名义上 是代理教宗处理爱尔兰事务 爱尔兰有自己的议会 但只不过是一个掌皮图章 里面的议员多数都是来自英格兰的洛曼人 而不是当地的塞尔特人 直到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八世 因为想离婚 所以就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 详细可以看回Brian这条片 为了维护统治爱尔兰的正当性 亨利八世就要求爱尔兰议会 在1542年通过爱尔兰皇冠法 令到英格兰国王可以自动成为爱尔兰国王 另外也设置一个爱尔兰大臣和书物院 负责大大小小的日常事务 英格兰对爱尔兰的管治越来越直接 其中令爱尔兰人最反感的 就是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 例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就曾经强迫过爱尔兰的天主教徒 改信英国的圣公会 17世纪的时候又鼓励圣公会的信徒 移民到北爱尔兰 将贝尔法斯特成为一个工业城市 这个也是今时今日 北爱尔兰还是英国国土的一大原因 革命反抗联络外国势力 可以说是每一代爱尔兰人都经历过的事 1593年 爱尔兰领主奥尼尔 就找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帮手 还曾经在Yellowford这个地方 消灭了2000个英军 差一点就迫到英格兰人要跳海 不过之后英军不断地振援 加上西班牙无敌艦队变成海底骑兵 所以最后都是失败告终 后来1789年就转换了法国帮手 但这班法军在过海的时候就不知飘去哪里 有些一上岸就被英军包围了 最后结局也是一样 而英国亦都在1800年软硬兼斯的情况之下 通过了爱尔兰合併法 改名做大不裂颠及爱尔兰联合皇国 爱尔兰亦都正式成为大英帝国的领土 这个时候爱尔兰的反抗势力亦都出现了路线之阵 有些人认为应该要走入代以政制 进入爱尔兰甚至乎是英国的国会 增加爱尔兰人在英国的影响力 例如第8任的港督 欠尼斯着士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例子 他家本身就是信天主教的爱尔兰家庭 反对英国的统治 但他自己就采取了力真上游的路线 所以在来香港之前 他曾经也做过英国国会议员 在成为了英国的领土之后 爱尔兰没有得到任何帝国的好处 接种而来的竟然是一场大灾难 而这一场灾难的主角就是这个薯仔 19世纪初爱尔兰的人口就好像火箭一直向上升 1845年就已经去到800万人 如果多个人多伤快 多几百万人就真的五饼二鱼都搞不定 而且爱尔兰的农地是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 大部分的贫农吃不起穀物 只可以吃薯仔维身 但是去到1845年爱尔兰就出现了 由真菌病毒引起的薯仔复乱 这种病毒令到大量薯仔失收 薯仔的价格几乎上升了一倍 差不多令100万的爱尔兰人饿死 或者死于饥饿带来的疾病 同时之间亦都有大量的爱尔兰人 为了求生存飘洋过海地避难 据统计 1845至1850年间 有100万人离开了家园 美国就是他们最常见的目的地 所以到现在为止 美国亦都有庞大的爱尔兰族群 连当今的美国总统拜登 其实亦都是爱尔兰裔 面对着这么大的危机 大英帝国做了什么呢? 答案是没有的 因为当时的英国不论是保守党政府 还是之后的辉格党政府 都是相信自由经济这个理论 他们觉得市场会提供了爱尔兰民众所需的食物 所以一开始只是提供了少少的粟米粒做救災 但是同一时间 爱尔兰出口到英国的食物 没有减少到 要去到1847年 英国政府才意识到事态严重 通过了爱尔兰救贫法案 建一些救济丸竹厂 实施一些简单的救济 后知后觉的补救对爱尔兰大饥荒 是没有太大的帮助 这一场天灾人和 不单只成为爱尔兰人口经济历史的转捏点 更加成为英国爱尔兰之后一个无法修补的列后 受到欧洲十九世纪 上半叶的革命浪潮影响 加上英国政府在大饥荒时的处理 令到十九世纪的爱尔兰人 都很想废除这个合并法 于是就诞生了爱尔兰自治运动 这个运动其实可以分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文化建设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政治层面 先讲文化建设那一部分 最主要就是重建爱尔兰古有的塞尔特文化 而这些文化是包括了 语言、神话、艺术、运动等等 例如1877年建立了这个 保存盖尔语言协会 鼓励人在日常生活中用爱尔兰语 也成功在学校加入爱尔兰语这个科目 之后也有这个盖尔运动协会GAA 他们推动传统的盖尔式足球 板棍球、手球和跑柱式棒球 还有传统的爱尔兰音乐、舞蹈等等 政治上的行动 主要是由1870年之后 又不得建立的自治政府协会 他的目标是增加爱尔兰人在国会的席位 想着透过代尔政制的方式去推行自治法案 他们曾经在1886年、1893年、1912年期间都推出过《爱尔兰自治法》 来推动爱尔兰独立 但每一次都受到英国政府的阻撓 或者是法案的延迟 最后他们也慢慢地失去了来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英国去帮助协约国盟友去对抗德国、奥匈帝国 虽然爱尔兰是有派兵去参加协约国的战争 但基于一句古老爱尔兰格言 英格兰的危机就是爱尔兰的机会 在往后那几年 新分党和阿林斯带领之下的共和军 不停地和英军进行巷战 暗杀英国的官员和破坏 1918年爱尔兰下议院之中新分党大胜 他们也乘机推出自己的共和国总理 经历几年运战之后 英国政府终于顶不住 1921年进行和谈 签署了英外条约 承认除了北爱尔兰六个省 爱尔兰政府是一个自由帮 即是类似加拿大、澳洲这些地位 他们需要成为大英帝国协的一员 向英皇效忠 但却拥有高度的自治 香港历年有九个港督是爱尔兰人 主要都是集中在1841年开埠之后 到1920年之间 包括第一任布丁扎 第五任罗变臣 第六任麦当劳 第七任建尼地 第八任牵尼斯 第九任保云 第十任德赫 第十二任布丁扎 第十三任回合理 大部分的爱尔兰港督 都有性工会或新教的背景 他们主要透过法律、外交、军事背景 进入体制 之后成为了港督 他们在香港的作风相对保守 但为香港进行了不少基础建设、学校和银行系统 比较特别的有两个爱尔兰港督 第一个是第八任牵尼斯 他本身就是天主教徒 可能他自己本身在家乡都是受压迫的族群 所以他主张与华人沟通 包括委任华人 五庭坊成为第一个华人定例局议员 而另一个就是第十任德赫 他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 所以在香港的天主教堂 或者新教基督教教会 也会看到他的身影 除了港督之外 在警察和军队之间 爱尔兰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例如第一个香港的裁判官、监狱长或警察总长 威廉健 本身就是爱尔兰人 也有不少的基层军警 受到爱尔兰大饥荒的影响 要飘洋过海来到香港打工 再寄钱回去养活爱尔兰的家人 虽然在爱尔兰独立之后 基于政治问题 再没有爱尔兰人在香港做过港督 或者一些比较高的位置 但他们对香港的贡献 就像这些街名一样 都永远写在香港历史上 下一集我们会说一个 英国到现在都解决不了的 北爱尔兰问题 而大家最熟悉的 港督彭定康也会在这一集出场 那这集就来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就记得like和share 还要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就记得follow我们instagram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